一蘭朝夕這間彩券行在大年初四 開除大樂透以遠投降油以助獨得 大年初五一開店老闆開心 放便泡慶祝 大樂透年裝 就是沾沾喜氣這樣 對啊 一早就來排隊了 太晚來了 來到這邊11點多了 不然就可以把投降帶回家 不少民眾聽到消息 一大早就來排隊 要買彩券沾沾喜氣 人人都希望下個幸運得主就是自己 一定是我啦 看到生意強強棍 老闆笑得何不聾嘴 中獎消息一傳開 客人就湧盡快要一倍 用這個殘除 然後打掃 晚上那個台彩就打電話來了 其實這家彩券行 還結合郊西在地溫泉 提供客人泡酒服務 店家說溫泉有如水帶財 溫泉滾圈嫌疑就像滾錢 連結雙雞帶來好運 受惠於彩券買氣洪布讓今年公益 彩券銷售目標為一千三百一十八億元 比去年年增了百分之三點五 更比實際銷售額一千三百零七 億元還要再成長 彩券部資料也顯示公益彩券銷售金額 二零二零年的一千三百零七億元 僅次於第一名二零一三年的一千三百八十億元 第二名二零一五年的一千三百六十六億元 為歷史第三高紀錄 大的透計小年夜送出五點三九億元 除夕到初四又天天開出一億元投獎 一連六天打破歷史紀錄 另外連槓二十五期的威力彩 累積獎金上看六億元 將在十八號大年初七開出 民眾可要把握機會迎接財神爺 記者林醫生 蔡宇山 宜蘭採訪報導 記者林醫生 蔡宇山 宇蘭採訪報導